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在这时间,我父使我们聆听这人生中最为珍贵,最有福气的声音 这正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赐予我们领悟 我们获得了领悟,行为上端正,行为上完全的时候做义人 使我们领受祝福,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领受祝福 我父,我们相信正义二十章七节的话语 这祝福降临在我们身上 奉耶稣的名感谢,献祝福祷告,阿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节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一举一动,上帝全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 上帝全都知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现在面临的处境 我现在工资不高吗?千万不要抱怨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处境,千万不要抱怨 无论上帝教给我什么样的事情,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 我能诚实地对待每一件事情,哪怕我现在工资一天都不足二十块钱 每天仅够喝一碗粥,尽管这样,我能诚实地做自己的事情 真诚,献忠心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知道约瑟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拿 十年以来辛辛苦苦,真是诚实,诚恳,见忠心做了每一件事情 那么时候到了,上帝让约瑟休息一下,就进了监狱 到了监狱,约瑟就开始默想上帝的话语 然后学习了法律 时候一到,上帝使约瑟做了一国宰相 通过约瑟拯救了整个当时他处在的那个区域 也拯救了约瑟的故乡 而且约瑟的这个任期是最长的 约瑟当国务总理的时候是最长的任期 好多人现在追求名誉和金钱 不与上帝同行的时候 再有钱,再有名誉,这都是泡沫而已 智慧,而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我们找一下真言八章十到十一节 我们的心愿,我的心愿得到实现 这已经很好了 而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要比实现心愿更强 而每当我屏幕是想给大家传智慧的时候 上帝总是引导我讲别的 那么大家的心愿现在是什么 无论大家心愿多大,多美好 都不如智慧,只要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什么样的心愿都能得到实现 所以所罗门也求了智慧 我相信在今年年开始 上帝赐予我们教会这智慧 之前不足的仆人我批养牧师 总是想给大家讲智慧 当时讲一心一道讲道的时候 一心一道正是敬畏上帝 这么好的讲道在这世上没有听说过的吧 这次在复兴会的时候 不足的仆人我批养牧师又想给大家讲一心一道 而上帝没有许可 在这世上我们有句俗话 精神一道合适不成 而只有四九段悔改 使我们的心成为一条心 上帝赐予我们如此庞大的奥秘 而智慧呢 要比这整个一切都要强 智慧是第一 智慧为首 真言四章七节 智慧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都会做比我屏幕师更大更强的事情 这是上帝规定的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亲自告诉我们 我们都会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一定会做比我屏幕师更大更强的事情 当我屏幕师把这领悟的一切全分享给大家了之后 那么我们在今年聚在一起 我们能聚在一起 这是蒙上帝的恩典 上帝召唤我们 派遣我们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 大家知道最痛苦的心是什么 做父母的 如果儿女是残疾 那么做父母的 如果有一个残疾儿女 那这时候真的没办法安详去世 如果儿女是精神病患者 或者是残疾的身体 那做父母的心是最痛苦 最难过了 做父母的心真的是撕破了一般 撕裂了一般 只有做父母的人才能体会这样的心吧 而四阶段悔感能抵挡住这一切的灾难与咒诅 真言八章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 宁得知识胜过黄金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 阿们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比金子银子更为宝贵的是 从上帝那里听 听责备 我听了责备 我认罪悔改了 听了责备之后呢 通过这责备的话语 我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知识 而这知识正是信心 这信心正是知识 和西阿书四章六节 而这知识 第十一节 智慧比珍珠更美 当时 那个年代 珍珠是最为宝贵 珍珠是最 最有价值的 而最近这个年代 总有人造的珍珠 而真的珍珠 真的是非常珍贵 很有价值 而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 无论我们现在求什么 都不足以比较 无论我的心愿是什么 好多人说 我想得到全世界 无论我想得到什么 而能拥有智慧 是胜过这一切的 而这智慧是什么呢 第十二节 我智慧 以灵明为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唯独拥有智慧的人 才能得到知识和谋略 我们听了责备 我从上帝那里听了责备 多听责备的时候 就多认罪 多悔改 听了责备的声音 通过这责备的言语 我多认罪 多悔改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智慧 能得到这智慧的人 能从上帝那里 得到智慧的人 才能得到知识 这正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能成功 不仅拯救自己 也能拯救身边的人 而在这世上 我在这世上所学来的智慧与知识 反而败坏自己 败坏身边的人 雅各书三章全有记录 只要我们能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不足的普通我朴牧师 就知道了一个奥秘 靠着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我就知道 当时延平岛的黄花鱼 都撑起到激州岛去了 我们在这世上求很多 心愿很多 但是能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要强过这一切 有些信徒说了 牧师我都年过七十八十了 而我们领受了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儿孙也能领受这智慧与知识 所以对于我们这是多大的盼望 这是多好的祝福呢 好多人说我年龄大了 我什么都不懂 虽然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们祷告 求告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把好的祝福留给自己孙孙 我们种下什么就得什么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多认罪多悔改就是最好的 那么在今年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领受最好的祝福 那么每一天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来找一下 法利赛人文士 法利赛人和信徒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面对相同的事情 如果能存耶稣的心 这是属于信徒 而面对这件事情 带着心怀而易 存心怀而易 带着疑心疑惑的 这就是成了法利赛人文士了 马太弗十二章 大家知道马太弗十二章 在安息日的时候 耶稣医治了患者 而法利赛人文士呢 就反对耶稣所做的一切 什么是法利赛人文士 违背圣经的话语 反对圣经话语的 不走向善事 违背上帝的话语的 这都是法利赛人文士 总带着怀疑 总有理由 总有狡辩的 这都是法利赛人文士 最近法利赛人文士 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就四阶段悔改 好多人对四阶段悔改 存怀疑 却不认识 自己是不是也成了 法利赛人文士呢 法利赛人和耶稣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耶稣进入到我们心灵 这是信心 我们认罪悔改了 拥有了信心 那么这时候能像耶稣一样 存耶稣的心 希望他人得到祝福 希望他人得到医治 而法利赛人文士呢 一定要研究怀疑 心怀二意 我们心怀二意 爱研究 爱狡辩 这都是跟猪狗是一样的 离开了信心 就是猪狗 好多人以为我太聪明了 所以我总有疑问 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格林多前书 八章一到二节 我以为我懂的时候 是最为无知的时候 爱怀疑 爱研究的 自以为聪明 但是上帝说那是最无知 最无知的时候 成了猪狗的时候 是最无知的了 所以我们总是自己被自己欺骗 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 其实是最笨的时候 真言二十六章四节 我瓢牧师真的是很心痛了 马太福音里面 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法利塞人文士 违背耶稣 总爱怀疑 总爱研究 而耶稣呢 耶稣面对上帝的话语 见忠诚 以至于死 耶稣是全能者 还顺服上帝的话语 以至于死 而法利塞人呢 面对上帝的话语 总是怀疑 面对上帝的话语 不顺从 这都是法利塞人文士 那么再次的各位 大家和我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我们也是一样的呀 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 我们跟法利塞人文士 也是一样的 圣经的话语 没有一句是谎言 没有一句是害我们 圣经的话语是最大的爱 道成了肉身 来到了这世上 上帝就是耶稣基督 因我们的罪恶 亲自死去 罗马书五章 六到八节 在这世上 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 而我们却不相信 这个话语啊 全能者按照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而我们却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真的就成了灭亡的处类了 我们每一天每一天 应该怎样生活呢 每一天每一天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这是我们每天生活的秘诀 这时候能获得胜利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阿们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阿们 我们凭去这句圣经话语 我们就能知道 对照这句圣经话语 我们就能知道 我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我现在是处于新盛呢 还是处于败坏呢 甚至一个国家 一个家庭 都能蓄用在于这话语面前 如果我们没有照着这话语做 不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我们国家也是走向败坏的 对照上帝的话语 不足的仆人我 我就能知道我是否走向败坏 我是否走向新盛 我的家庭 我的事业 甚至我的教会 我们的国家 甚至我们的城市 是不是走向新盛与败坏 上帝资予我们的所有的话语 那上帝的话语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应该怎样呢 我们只有顺从 只要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实做 能活 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就只有死路一条啊 无论是牧师长老 不照着上帝的话语做 就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这一切都是 没有照着上帝的话语如实做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我们遇到问题了吗 那么就祷告吧 什么是祷告呢 祷告是认罪的 悔改祷告 诗篇五十篇十五节 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赶紧认罪悔改 好多人遇到困难了 却不愿认罪悔改 光找的是人的 光找的是我们世俗的方式 认罪悔改的人 家庭能兴盛 家庭能幸福 多认罪多悔改的话 能领受祝福 能领受的祝福的 这盘子就很大了 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呢 我所拥有的 我能得到的 都被抢走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能聚在这里 照着上帝的话语认罪悔改 喜罪的时候 儿女自然就能领受祝福了 而做父母的不认罪 不悔改的话 反而是把灾难 加给儿女身上 害死儿女了 按照我们的行为 上帝如实返还给我们 民宿记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遇到问题了 就祷告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认罪悔改 我们国家稍微有好事了 我们遇到好事了 就开始要去出去玩 去吃好的 去喝好的 去海外吃补品 吃熊掌啊 又吃眼镜蛇呀 我们国家韩国女性补身体 吃那些熊掌 吃那些眼镜蛇的绿影带 都被照出来了 都是走向堕落了 有好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歌颂上帝 怎么才能歌颂上帝呢 诗篇一百篇四节 我们感恩感谢了 才能称颂于上帝 不感恩感谢 好多人说 不感恩不感谢的时候 所唱的歌 那都是唱给魔鬼听的 在这世上 好多人喜欢唱歌 唱流行歌曲 而这都是堕落的表现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应该悔改 祷告 做四节段悔改 我现在得到祝福了 很兴盛了 这时候我们要歌颂上帝 而首先我要懂得感恩感谢 才能歌颂上帝 做了四节段悔改了之后 才能感恩感谢呀 得到了祝福 我也要不停地 做四节段悔改 不停地认罪悔改 这时候才有真实的感恩感谢 能歌颂上帝 铁赛 或者这上帝的话语做的话 就走向败坏了 一个家庭走向败坏 一个国家也走向败坏 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这一天呢 我们遇到好事了吗 遇到好事 赶紧认罪悔改 主啊 这一切 这好事并不是靠我做的 全蒙上帝的恩典 多认罪多悔改 多认罪多悔改 做了四节段悔改 这时候一定会有感恩感谢的 感恩感谢的时候 才能歌颂上帝 唱赞美诗 对于我们来说 要不停地认罪悔改 我嫖无首 为什么总是强调大家 只做四节段悔改 这分明是因为不足的仆人我嫖目师 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相关的话语 只做四阶段悔改吧 好多人说 就做四阶段悔改 真的能行吗 能行的 上帝能使用一个乌鸦 来帮我们 彼得在监狱的时候 上帝使用天使 拯救了彼得 而好多人却不相信 这上帝的话语 不足的仆人我嫖目师 经常责备大家 这位信徒您是个假的 哪怕您是长老 今天您不是长老 从今天开始您不要做长老 我宁可不要这职份 我要去天国呀 好多人觉得 哎呦 怎么可能把我的职份 给删掉了呢 而多人最多悔改的时候呢 就能告白 我一开始就没有资格做长老 对我来说 这职份一点都不重要 多人最多悔改 这表现的果实 都是不同的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 某个长官 或者是国会议员 公务员 没有一位公务员 是想毁坏一个国家 毁坏百姓的 都想为国家着想 都想为百姓服务 但是为什么结果却不好呢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中 也有经济学博士 我们人类再研究 我们却不认可上帝 不承认这一切 是由上帝来主宰的 人类研究的再好 再精确 只要上帝不许可 这一切都变成了泡沫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国家 一个国家是否兴盛 我是否能兴盛 全靠这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好事 遇到好事 也要认罪 做四阶段悔改 遇到不好的事情 也要认罪 做四阶段悔改 多认罪都悔改 对于我们来说 只有认罪悔改 这一句经文 已经把世上的学问 和宗教全甩到脚底下了 圣经的话语 才是最高的学问 是至高至上 菲利比书三章 这上帝的话语 是不足语 这上帝的话语 是不可能与世上的 世上的学问相比较啊 我朴牧师 也是全靠上帝 给我的领悟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我真实地被造就起来 这时候我的家庭 被造就起来 这时候教会 被造就起来 我们国家 能不能得祝福 正是使我的良心 先要活过来 而为什么大家始终 还不愿领受呢 所以我们趁早的 来到主面前 跪拜在主面前 认罪悔改吧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阿们 好多人遇到好事呢 就忙着先唱歌 先歌颂了 遇到好事 还是要先认罪喜罪 做四季段悔改 然后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然后才能歌颂上帝呀 欧洲并不缺少唱歌 并不缺少乐器 曾经那么多人赞美 歌颂了 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落魄呢 并不是说唱歌 歌颂就可以了 一定是要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真切地做四季段悔改 直到发自内心 有感恩感谢涌出来 这时候歌颂上帝 才是真实的歌颂 我们找一下诗篇一百篇四节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这一句话语能拯救整个人类 而我们读了雅各书之后呢 怎么一直领悟都没有啊 我们的领悟太欠缺了吧 大家千万不要傲慢 骄傲张狂 圣经的话语比蜂蜜更加甘甜 大家知道蜜蜂为什么一定要吃蜜呢 蜜蜂不是来看花的 是来吃那个花里面的蜜 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光听的 我们觉得哦 上帝的话也真好 真好 结果呢都成了死人 什么是死人的表现 相互争论相互争吵 哎呦这位真是眼睛真大 这位真是鼻子真长 而上帝的话语不是光听 听了之后还要吃进去 领受进去 听了之后行为上要有变化 靠着上帝的话语洗醉认醉 做四阶段悔改 使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心灵里 这才是吃进去啊 站在大家眼前的不足的仆人我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我朴牧师是怎样摸向圣经话语的呢 这句圣经经文里 前面也是悔改 结尾也是悔改 遇到问题了吗 那就悔改吧 遇到好的事情喜乐吗 还要悔改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这一张纸 比如说 我多认罪多悔改 我领受的福气的这个盘子越来越大 我就能多领受这个祝福 所以多认罪多悔改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 多认罪多悔改 使我领悟 多认罪多悔改的时候 才能领悟圣经话语 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 再怎么读圣经 是无法领悟圣经话语的 诗篇一百篇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阿们 面对上帝 如果我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大家知道在伊甸园里 是不需要信心和感恩感谢的 我们还没有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我们需要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信心 拥有信心的表现 就是有感恩感谢的 因感恩感谢 现在赞美是上帝才悦难 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开启天国的窗户 使我们来遇见上帝 这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称颂上帝 歌颂他 已经来到了天国 已经来到了上帝这里 这时候就只有称颂 唱赞美诗 而为了来到上帝面前 为了来到天国 我们一定要感恩感谢 先做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宝血洗醉认罪 得到信心的礼物 这时候感恩感谢了 认罪悔改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感恩感谢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开天国的窗户 这时候我们唱赞美诗 而好多人不认罪不悔改 光唱赞美诗 光唱歌 结果都唱给魔鬼了 那不叫赞美时代 格林队前诗十章二十节 所以一切都是要得到 基督的指导 这正是四季段悔改 我们一定要在盘石上站稳 遇到好事 也要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唱赞美诗 遇到困难 遇到问题的时候 也要做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宝血洗醉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上帝把眼前的困难 改变成祝福 我们要这样生活 不足的仆人我批养牧师 从上帝那里领受了 领受了我就给大家传 上帝的话语是给我们负责任的 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如是为我们成就这一切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我们今年 迎接崭新的新的一年 我们每一天都要怎样生活呢 我们遇到问题了吗 求主使我们 洗罪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求主使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使我们认识到 因我的罪过 让上帝难过了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饶恕 我父啊 当我们有好的事情 我现在工资也高 又升职了 越是有好事的时候 求主使我们 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做悔改祷告 使我们降悲下来 我有没有真的无愧的 真实的 诚实的做这件事情了呢 求主使我们也认罪悔改 使我们感恩感谢 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这时候唱在美诗给您 求主使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生活 使我们得祝福 使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的儿孙得祝福 使我们的国家得祝福 我们国家为什么面临困境了呢 求主 怜悯我们的百姓 使我们的百姓 不要再搞示威 使我们真实的 使内心的良心先活过来 使我们内心服侍圣 服圣子圣灵 使我们成为诚实的人 使我们来得到基督的光 点亮国家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相信上帝赐予我们这祝福 使我们领受这祝福 把这祝福分享给身边的人 求主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使我们家庭的问题获得解决 使我们的儿女做孝子 使我们国家的年轻人领受智慧 我父 您告诉我们将来都是知识的竞争年代 而上帝赐予我们的知识 是拯救自己 也拯救国家 您告诉我们 靠我头脑学来的知识与智慧 只会走向败坏 求我父 使我们正确地获得领悟 使我们的罪 得到上帝的饶恕 首先使我们懂得饶恕身边的人 也使我的罪 得到上帝的饶恕 求上帝赐福于我们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